真实还原中国刑侦大案 破解犯罪心理 捍卫正义人间 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史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起连环杀人案呢 是发生在国外的 可以说是凶残到了极致 让整个韩国都为之震撼 咱们知道啊 韩国原本呢是没有死刑的 但是因为这起案件太过于残暴 激起了全民的愤恨 所以最终政府破例对犯人执行了死刑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案件 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哎 您别着急 听我慢慢的给您讲 案件的主谋啊 叫江浩顺 号称韩国最帅的杀手 接着自己的外貌 以及豪车 让受害人呢 放下心房 步入他精心设计的陷阱 之所以臭名昭著 是因为他只穿挑丝袜的女人下手 而对于被害人的样貌 身材等方面 无所谓 从20岁的女大学生到52岁的家庭主妇 都成了他的目标了 这在当时的韩国引发了极大的社会恐慌 案件爆发之后啊 当时的女性已经到了弹丝袜色变的地步了 大家呢 纷纷都脱下短裙 换上运动服 街上啊 你就找去吧 一个穿丝袜的女性 你都见不着 在警方成功的把他抓捕之后 他曾经坦言 说自己看见丝袜呀 就忍不住 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回顾这起轰动一时的 丝袜杀手事件 1993年 20岁的江浩顺 因为在服兵役期间呢 偷了农舍的一头牛 被部队就除名了 离开部队没多久 他和哥哥开了一个农场 这让他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没多久 凭借着清秀的外表 江浩顺与服兵役期间 认识的一个女孩就结婚了 婚后呢 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可好景不长 结婚两年之后 夫妻的感情就出现了问题 两个人决定离婚 两个人的儿子呢 被法院判给了江浩顺 因为江浩顺长得帅 身边呢 是桃花运不断 所以很快就又结婚了 但是这场婚姻 只维持了短短六个月 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 江浩顺呢 没放弃 又迎来了第三次婚姻 而这一次 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宣告结束 从江浩顺频繁的更换情侣来看啊 正常的婚姻生活并不能满足他内心扭曲的欲望 这也为他日后的变态行径埋下了伏笔 在与第三任妻子离婚之后 江浩顺与和他同居三年的情妇就结婚了 各位 他前边一个劲的结婚离婚 可是外边呢 还有同居三年的情妇 可这个女人呢 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令他自己没想到的是 这场婚姻竟然让自己和母亲都丢了性命 2005年 一场熊熊大火烧毁了丈母娘家的房子 当时正处在睡梦之中的妻子跟丈母娘 在火灾之中就都烧死了 而江浩顺和两个儿子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警方就火灾展开了调查 但是在三天之后就结案了 因为火势太猛烈 烧毁了所有东西 根本无迹可循 只能算是意外事故 保险公司这边呢 却怀疑这起火灾是江浩顺蓄意骗保 原因呢 是他刚跟妻子登记结婚 就买了一份高额的意外保险 受益人正是他自己 而巧合的是 刚买了保险没多久 就发生了火灾 更巧合的是 明明丈母娘家的窗户都有防盗窗 别的房间防盗窗也很牢固 根本拧不开 可就是江浩顺和儿子房间的防盗窗 能轻易的拧开 因为这个 他跟两个儿子才得以逃离火海 妻子的亲戚们呢 也都觉得不可能这么巧啊 强烈要求警方继续调查 但在继续调查了半年之后 警方仍然没找到证据 最终保险公司只好对江浩顺 进行了数额4.8亿韩元的赔付 获得赔款之后的江浩顺 哪有钱人了呀 拿着这钱呢 就买了几个门面房 还有几辆梦寐以求的跑车 而这些车在日后就成了他作案时的得力工具 2006年9月7号 江浩顺心里的恶魔呀 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他呢 物色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 这一天江浩顺开着自己的豪车 路过一个公司门口 穿着短裙丝袜的银女士 瞬间就吸引了江浩顺的目光 江浩顺把车呀就停在了银女士身边 就说可以顺路送他回家 银女士一看江浩顺 嘿长得真帅 再一看这车 嘿豪车呀 很快就上了车了 紧接着江浩顺把车开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对银女士进行了性侵 并且性侵之后把银女士杀害 最后又开车来到了一个悬崖边上 把被害人的尸体扔了下去 这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让江浩顺心里的欲望彻底膨胀了起来 在消停了三个月之后 他又有了新的行动 12月13号 他再一次开着自己的豪车 来到了一家卡拉OK唱歌 找了45岁的裴女士去陪唱 娱乐结束之后啊 他就邀请裴女士跟他去兜风 紧接着在车上就对裴女士实施了性侵 并且在事后用裴女士自己的丝袜就把他给勒死了 还把裴女士的尸体呢 埋在了一座小山里 江浩顺似乎越来越无法压抑住自己内心邪恶的欲望了 短短十天之后又开始出门寻找新的猎物 这一次啊 他选择了一家位于水源式的卡拉OK 和上次一样 找来一个陪唱 37岁的朴女士 故技重施 把朴女士骗上汽车 实施性侵之后 用丝袜把朴女士勒死 然后把尸体埋在了一个小山坡上 此时的江浩顺还不知道 警方已经在案中调查起了这些案件 为了不打草惊蛇 派出了多名便衣警察 在卡拉OK等场所进行蹲点 并且在受害者失踪地点附近的监控上 也调取了录像 那么这一次能够顺利的锁定江浩顺吗 江浩顺呢 在犯案之后减少了去娱乐场所的次数 这也导致警方在水源市各大娱乐场所 蹲守了很多天 依旧没发现有用的线索 安稳的度过了十天之后 江浩顺又在路边锁定了新的目标了 用同样的方法性侵 并且杀害了52岁的朴真子 屡屡得手的他呀 更加肆无忌惮了 短短三天的时间就按耐不住 又开始行动了 可能他也认为在卡拉OK找目标 比较方便省事 他呢 就到了安阳市一家卡拉OK 找了一个陪偿 37岁的中国籍女子金女士 在被他引诱之后啊 就上了他的车 随后俩人来到一家宾馆 在宾馆里面 江浩顺性侵 并且杀害了金女士 又把尸体埋在了附近的山里 这一次过后 江浩顺似乎已经完全没有顾忌了 他在第二天又一次开车来到水源 在一个公交站上啊 看见了一个穿丝袜的女大学生 严女士 他呢 顾忌重施 引诱这严女士上车之后 性侵并且勒死了对方 可这一回 江浩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干嘛呢 随意的就把严女士的尸体 扔进一条河里就离开了 完全没有掩盖证据的意思 这次案件之后 不知道是后怕 还是想着避避风头 江浩顺呢 突然就收敛了起来 但是啊 很显然 他内心的欲望并没有消失 沉寂了二十多个月之后的江浩顺 再一次作案 这一天呢 江浩顺开着车 来到水源市一个公交站 成功引诱了48岁的家庭主妇金女士上车 在车上 对金女士实施了性侵并且杀害 最后把尸体就埋在了公园里的一个土丘里 这已经是江浩顺杀害的第九个人了 时间来到2008年12月19号 距离上一次作案呢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一天呢 警方接到报案 21岁的女大学生安女士失踪了 由于频频有女性失踪事件发生 警方认为这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 事不宜迟立马开展权力调查 据安女士的父母说 安女士啊 在当天上午11点左右 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电话呢 也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找到了一位目击者 这个目击者在当天下午三点的时候 见过安女士 地点呢 位于安女士加一公里距离的军浦市卫生院 警方调查安女士的手机通讯数据 发现她的手机是在下午三点四十分关机的 而位置是距离卫生院五公里的江根洞附近 警方还发现呢 四个小时之后 安女士的银行卡有一笔取款记录 金额是七十万韩元 从取款机监控录像里就发现 取款人戴着假发 戴着面具 随后啊 警方呢 又调取了附近的监控 在这个男的取钱的时候 正好有一辆车停在这 他取钱完毕之后 这车又被开走了 那很简单啊 就查这车呗 于是警方锁定了这辆车的车主 发现车主是一个六十六岁的女人 姓金 这金女士说呀 那天呢 她没开车 用车的是她的儿子 江浩顺 此刻的江浩顺 还在打工的店里上班呢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警方盯上了 2009年1月22号 在调查工作进行的差不多了之后 警方来到了江浩顺工作的地方 就安女士失踪事件 对江浩顺进行问话 这江浩顺啊 要把她能干这么多变态的案子呢 心理素质是真好 面不改色的就跟警方在那撒谎啊 由于证据不足 警方也拿她没办法 只能继续调查 然后申请逮捕令 这一回啊 江浩顺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怀疑了 于是赶紧回家 烧毁了自己的两辆豪华汽车 认为这样 就能销毁车上 可能残留下来的证据 可除了这两辆车之外啊 还有一辆车 就是监控中被拍到的那一辆 也不知道是出于侥幸心理啊 还是舍不得呀 反正江浩顺的没烧 他呀 不仅仅是烧车 还格式化了自己的电脑 他认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可是警方依然找到了证据 申请到逮捕令之后 警方迅速的把江浩顺关押了起来 在审讯过程中 江浩顺的口供那是漏洞百出 根本没办法自圆其说 至此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计可施了 于是啊 对安女士案件供认不讳 但是对于其他案件呢 那还是死鸭子嘴硬啊 让警方拿证据说话 你有证据我就认 你没证据就别诬陷我 于是警方立即召集多位物证专家 和数百名警力 对江浩顺家的房子 以及所有的车辆进行检查 最终发现了包括血迹毛发在内的几十个物证 经过DNA检测比对 确实属于之前接连失踪的受害者 警方最终确定了江浩顺连续杀人的罪名 江浩顺指认了大部分的抛尸地点 但是还有一些连他自己都不记得扔哪了 所以啊 有一些受害者的尸体至今还没有被找到 而所有被找到的尸体脖子上都缠着丝袜 有一些甚至还被剪掉了手指 江浩顺说了 那是因为啊 他和一些被害者发生过肢体冲突 他担心受害者指甲里残留他的皮肤组织 干脆就把他们的手指剪了下来 他的车上呢 还有一张江浩顺和一条狗的合照 江浩顺提到这照片的时候啊 甚至有些得意 他说照片就是为了建立自己 很喜欢小动物的形象 特意拍摄的 其实他自己根本不喜欢狗 那只狗呢 在拍完照之后就让他给吃了 警方啊 以谋杀多名女性的罪名 指控了江浩顺 距离这次案件啊 韩国已经12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了 也被纳入了实际废除死刑国家 但因为当年韩国各大媒体 各大报纸头条上群情激愤 大伙都要求执行死刑 最终江浩顺被水源市地方法院 安山分院判处了死刑 一般说起连环杀手啊 通常呢 都具有反社会的人格 而促成他们反社会人格的呀 咱们之前说了那么多啊 大部分都是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啊 悲惨的童年遭遇啊等等 但江浩顺呢 还真不一样 他的家庭属于小康水平 平时的吃穿用度 那也都不愁 父母呢老实本分 虽然父亲平时有些严厉 但总的来说 家庭关系和谐 江浩顺跟邻里关系也很好 大家对江浩顺的评价都是什么呢 文静 礼貌 待人真诚之类的 所以出事之后啊 认识他的人也都想不明白 怎么这么温顺纯良的人 就变成了连环杀手呢 后来警方和心理传家呀 也对江浩顺进行了分析 认为他之所以接连杀人 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已 不是为了复仇 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原因 所以说这种动机啊 这种单纯的寻求刺激 就能够做出来的这种罪行 真的是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行了 斯瓦杀手事件就为您讲述完了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